耶~~~ 耶~~~ 好啦,東西我先打斷 這隻沒有給你 這隻可以打斷 謝謝 我要按哪裡啊? 這邊,上下 大家好,我是魚鳳系列的團長 我是惡魔 今天還蠻開心 焦點台北邀請我們來 這邊跟大家做了一個分享 然後呢,我們有一句石頭梗 就是關於搞笑,我們是認真的 那魚鳳系列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2008年的時候 我創立了魚鳳系列 然後開始決定用中文做 漫才這件事情 那漫才的表演呢,在 我創魚鳳系列之前 它只有日文的表演 它基本上是一個在日本的表演藝術 那漫才這個表演藝術在日本 其實到現在也已經 一百多年了 那為什麼叫漫才的原因呢 是因為漫才的表演 它其實在以前日本是只有節慶的時候 才表演 那大家知道日文的萬歲怎麼講嗎 萬歲 然後有幾本新頁 大家知道幾本新頁嗎? 知道,知道 幾本新頁是一個日本最大的搞笑藝人的經紀公司 然後呢,為什麼會喜歡漫才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看了幾本新頁的東西 就發現這麼好笑的東西為什麼沒有人在台灣做呢 所以我那時候開始做 然後取了名字之後 用新頁兩個字 來期許自己可以成為台灣的幾本新頁 然後魚鳳這兩個字呢 就是因為 有一天睡到一半的時候 夢到這個畫面 亂講 不要吵吵我啊 這麼多人還沒開始念了 太早了吧 那魚鳳這兩個字其實顧名思義 就是魚鳳出水念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畫面 所以呢,我這群名叫魚鳳 就是希望我們的表演可以有一種一名驚人的感覺 那在這邊呢,我在講的時候其實 欸,我十二分鐘會有計時嗎? 我很怕我講超過 太好了 真的嗎? 你應該不要講的,這個是福利耶 計時的人 還沒開始計時了 哈哈哈哈 剛剛是扣掉三分鐘的意思嗎? 今天工作人員很怪怪的 哈哈哈哈 OK 好,因為只有十二分鐘的時間嘛 那待會呢,我會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們從成團以來到目前為止所做的事情 以及未來的展望這樣子 但是呢,剛剛講了那麼多 然後也跟大家稍微簡述一下 漫才到底是什麼 的這件事情 那 我覺得廢話就不多說 我們就是直接來看一段表演 漂亮喔 好,那今天我帶了我們團裡面的兩位演員來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他們 那一位呢,是小K 跟大家自己介紹一下 我小K看起來沒什麼精神這樣 哈哈哈哈 另外一位是喜餅 漂亮喔 漂亮喔 對,那喜餅顧名思義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臉長實在太像喜餅 哈哈哈哈 大家參加結婚應該都有拿過那個吧 要切開的 忠實 對,那他臉沒有辦法 切開了 太小心啊 沒有辦法切開 會看到腦的剖面 OK 太可怕了 好,那可能要請投影幫我稍微關掉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小K跟喜餅的表演 大聲鼓勵 漂亮喔 很開始喔 啊不然耶 大家好,我是喜餅 大家好,我是小K 我們是運動經驗 很開心能夠在這邊見到大家 嗯,欸喜餅 我一直有一件事情很想要問你耶 什麼事情 你有約會的經驗嗎 欸 太過分了吧 雖然我長這樣子 但是不要看我這樣子 其實我有很多人追喔 別 我是態度啊 我都練得很討厭的啊 那你說說看 你在哪裡認識那些男生的啊 有很多啊 像是我在坐公車的時候呢 就有男生偷偷塞小指條給我 然後上面就會寫說 不要佔用博愛做 沒有佔用博愛做耶 它上面是寫說 我可以認識你嗎 啊 那還有別的嗎 還有一次拿錯 排隊買鹹酥雞的時候呢 後面就有男生跟我說 小姐妳是要買多少 後面都不用吃了 小太開心了吧 她一直跟我說 欸小姐 你長得很可愛耶 可以請你吃鹹酥雞嗎 喔啊 那這樣的話 你們都去哪裡約會啊 通常約會的話 都是去看電影 喔看電影喔 那種暗暗看不到臉的地方 很深 什麼意思啊 比較太過分了吧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電影院裡面燈光比較暗 所以兩個人看不清楚彼此 就會有一點害羞 有一點緊張的那種感覺啦 喔原來這個意思啊 就像這樣子啊 不好意思我們來晚了 從那個前面開始演啊 不會不會 不會 我只能看到而已 在網路上聊這麼久 第一次見面還蠻害羞的 所以我們是網路上認識的 你好 我就是煞氣A小K 煞氣A小K 你應該 就是傻妞餅餅想被愛吧 什麼逆稱啊 超天氣的 是不是很甜蜜的約會啊 還沒有耶 而且這樣的約會還會有第二次喔 不會 如果第一次約會是剛剛那種狀況的話 很難會想要跟大家第二次約會 第二次約會 而且第二次就是去男生家了吧 太快了啦 你想要幹嘛啊 不要不要那麼快啦 我們第二次約會去吃飯就好 吃飯 喔那吃飯我教你 吃飯要吃的性感 吃的性感 就像這樣子喔 啊 范莉丟到胸口了 好像真的有點性感而已 啊 丟到肚臍了 然後丟到下面了 丟到腳趾頭了 為什麼是那裡啊 膠字頭耶 這時候就是非常關鍵的時候了 要展現你的性感 深蹲下去見范莉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hot like me 誰會這樣子 范莉 不要把范莉吃醬啦 超噁心的 等等等等 也太噁心了吧 好 小佩 我們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不要去吃飯了 我們換一種約會狀況 換一個嗎 去做摩天輪好了 跑掉 跑掉 真的跑掉 他怎麼猜到我們 照妖精嗎 嚇起來了 他會變成豬是不是 我剛剛裡面的東西都跑出來了 我們去做摩天輪就好 喔 摩天輪 你想想看喔 在那個小小的空間裡面 雖然只有短短了幾分鐘 但是實際上暫停的一樣 超浪漫的 對啊 就像這個感覺嘛 喜餅 嗯 你不覺得 嗯 覺得什麼 中午做摩天輪很熱嗎 為什麼要中午去做摩天輪 晚上我要上班啊 不要講那麼實際的 中午去做摩天輪超不舒服 太陽那麼大 還好吧 就頂多像剛剛那樣很亮看不清楚啊 喜餅 你在哪裡 好 我在這裡啊 喜餅 你在 嗨 彌勒佛 誰是彌勒佛 誰是彌勒佛 我才沒有佛光舞照啊 招財敬寶啊 沒有招財敬寶啊 我才不是彌勒佛咧 嘿 喜餅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跟神明約會的喔 不是說你是彌勒佛啦 小妹 我們晚上去做摩天輪就好了 晚上 可以看到整個城市的夜景 在高空中告白再一次 好 欸 喜餅 嗯 欸 彌勒佛耶 還過半了吧 謝謝大家 我們是余夢行業 好 基本上他們佔用掉我一半分享 好 在這邊呢 欸 焦距跑掉了 調一下 好 那就是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剛剛呢 他們表演這個就是屬於慢柴的形式 那這個他我們慢柴的形式 它有很多的發展可能 那慢柴像這樣的節奏 一個裝傻一個吐槽的部分 這種快速的丟接 它可以運用在很多方式上 所以我們做的一些短劇啊 個人的表演啊 或是最基本的慢柴 在我們每次的表演當中都會有 好 然後看一下下一頁 那下一頁這個呢 就是我們基本上 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的一個很簡單的介紹啊 那全台灣最認真搞笑的劇團 因為在這邊其實我想要傳達一個觀念 就是搞笑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尤其是我今天跟你說好說我要來搞笑了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這些經驗吧 就是當一個人跟你說 欸 我跟你講個笑話的時候 然後你講完就笑點了 通常都會有這種事情 所以在其實他們 他們剛剛講的這些段子啊 慢柴的部分呢 其實我有一個非常大的要求 就是全部都是自己寫的 像當他們這些約會啊 也是從他們個人的經驗啊 像剛剛那些都是席屏的經驗裡面 買賢書記的嗎 買賢書記的 對 買賢書記的 因為小朋友說的都是事實啊 他們真的是寫 不要再用博愛座啊 還沒有再用博愛座 對 然後把這些東西寫出來 然後寫出來之後呢 這些劇本會交到我的手上 然後我會來評斷好不好笑 對 不好笑的話 他們的劇本就會被我打槍 那打槍 基本上就是 一個劇本大概會是五次以上的來回 好 然後 然後這個是我們現在的團員 那今天我帶了小K跟喜敏過來 然後我們全部的團員 總共有這七位這樣子 那目前像是大寶跟阿亮呢 他們現在正在高雄演出 所以就沒有辦法到現場來 不然我原本是希望整團都帶來了啦 然後這個就是有一個拍畢業照沒有來的人 這是在這邊 剛剛表演的那一位 所以他被我們放在右下角 那旁邊都有一些我們演員的簡單的介紹 在這邊呢 因為我時間沒有很多 所以我們特別講 那這個是我們做過的一些事情 我們從2008年成立 然後到現在演出的場次跟劇本 以及累積人世界大家看過就算了 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那我每年呢都會希望再培訓出一些新的 想要做搞笑的人才 因為對於我來說 我自己本身是念戲劇系畢業的 那我是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 那小K也是 只是我們之間插了十屆 他大我十屆這樣子 說謊 沒有啦 他小我十屆啦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他比我年輕十歲 大家看得出來嗎 他是80年次耶 他是80年次耶 太驚訝了吧 那一位 就是大陸的說法就是90後 然後長這樣這樣 OK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等一下都可以上網 然後去Facebook搜尋雲碰系列 那我們的粉絲團上面 都會有我們一些演出的資訊 那最近比較長的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二跟禮拜三 我們會做一個網路直播節目 那網路直播節目呢 我們會在上面玩即興短劇 就我們剛剛有聊到的即興 那即興非常難 而且更難的是 網友的想法天馬行空 然後當網友出題目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節目上直接演 所以會發生很多 不可預測的狀況 那到目前為止反應也是還不錯 所以我們開始玩這個網路安架遊戲 那安架這件事情 也是從日本來的 它是一個網路上的用語 也就是說你指定我做什麼 我就去做 然後我會跟你講說 接下來發展是怎麼樣 對啊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每個禮拜三都可以來網路上跟我們互動一下 好啦這個是我要拍得宣傳一下 宣傳一下的事情 就是我們接下來七月會在台中演出 然後九月會在高雄演出 那這個是我們五月的製作 那像是 像是有來看過 淘汰有來看過我們現場的演出 然後你那時候看的是小教室嗎 三月我們三月的時候在一個 大概一百多個人的咖啡廳裡面做一個表演 那這個是我們五月的時候做的 接下來會去台中跟高雄演出 然後我們八月會的是全新的製作 所以希望大家是可以來看 那在這邊 OK 我還有五十秒的時間 大家有什麼問題要問我嗎 開放兩分鐘給你的嗎 可以兩分鐘嗎 主持人最大 對 我現在拿時間的人也很臭喔 我們都是太醉 三分鐘以前 這麼多 還是跟我說我講什麼 答書有問題 答書請說 有什麼 你們招募新人的方法是怎麼樣 就長像你這樣就是最適合 沒有 我看到下面回答 其實對於我來說 只要你喜歡搞笑 我覺得不一定要僅限於說 你一定要學戲劇 因為其實像喜秉也是完全沒有表演經驗的人 那進來之後呢 我會規劃一段時間的課程培訓 然後由我自己上課 這也是我叫做惡魔的原因 對 那基本上我在上課的時候是有一點嚴肅的 對 笑了 對 我在上課的時候會比較嚴肅一點 那有興趣的人呢都可以跟我說 那可是表演這件事其實是需要 需要一段時間的培養 對 那更何況是售票演出 那售票演出這件事情 我自己很在乎的觀念就是 你必須對於 願意花錢看你表演的人負責 對 那這也是我一直在灌輸我的團員們的觀念 就是搞笑這件事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還有你覺得你的搞笑跟你的戲劇表演 到底值多少錢 本身這件事情 也是我一直在傳達的觀念 好 大概是這樣 還有問題嗎 嗨 落總 生日壽星 所以喔 壽星特別 台北一場是什麼時候 台北一場 你說我們八月的演出嗎 最近的 最近的 因為我覺得 最近就剛剛 五月剛演完 然後我們六月的時候 六月初的時候去東龍大學演出 所以接下來下一場就會是八月了 會在八月十八號到二十四號 我們會演一個禮拜的時間 對 然後 嗯 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在哪 會在一家咖啡廳裡面 葡萄咖啡 不知道地點的人可以問淘汰 對 他來過 我可以告訴你 還有其他問題嗎 像 呃 就是灌載的 他的形式跟傳統的多數的像是 對 最大的差異點 其實最大的差異點呢 就在於題材跟速度的部分 那基本上他乍看之下是很像的 但是你其實如果你看 你拿像生的影片跟曼財的影片來看 第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速度感 對 那第二個就是生活題材的這些事情 以及師徒記 那對於曼財是沒有所謂拜師這些事情的 那是 但是像生有 對 那在日本有另外一個搞笑方式叫做落語 那落語就有師徒記 對 他一定要拜一個老師 然後有一些傳統的段需要學習 那曼財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不要講別人的段子 我一定要自己心血 所以沒有所謂的老師來教你的 這種事情 你一定要講一些老師的段子啊 或什麼 大概是這樣 的差別 好 還有嗎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有點都是就是兩個人的形式 還是會有多人 會有多人的 因為我之前看那個 達康 達康跟那個 達康他們是一次開課 六個一起表演跟調段 可以 因為我們基本上對於現場的演出的話 我們會做很多的變化 然後我們也有三個人的曼財 然後也有五個人或甚至全部人七八個人的短劇 對 然後也會有跟觀眾即興的部分 所以其實都是可以這麼做的 超認真 超認真 還有嗎 超認真 太認真了吧 很少剛剛都認真了我 沒有 最後一個問題啊 有嗎 還有人想要問 這個觀眾其實蠻快的 大家等一下 就是想要認識我們的話 就可以公明的來先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會有還有交流 來 超人問題 對啦 如果說啊 那個觀眾對你的哏沒有互動的時候 是當下就真的繼續演下去 還是說要馬上再改變一個 可以罵觀眾 不能罵觀眾 沒有 快講 快講 其實這是一樣 跟我們的Slogan是一樣 就是關於搞笑 我們是認真的這件事情啊 我會盡量避免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我剛剛說 他們寫完的劇本 一定要經過我這一關 然後我來評斷說 這個東西到底好不好笑 然後經過排練之後 才會呈現在觀眾眼前 然後如果真的發生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我們就會隔天馬上修正 當然當下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東西是排好的 但是呢 我們會那一天晚上徹夜 把這劇本再修改一次 對 那我們也有曾經發生過這件事情 然後隔天上台也完全不一樣的段子 大概是這樣 好 那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最後一掌聲 謝謝團隊 讓他們的小菲 先如果提醒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今天算滿有緣分 因為我本身有去看過他們的表演 那對於搞笑我也是有尊嚴的 因為我已經算也會搞笑的 所以我當初去看的時候 我其實有點覺得說 沒關係看你們臉什麼 好笑 不相信 真的真的 我真的是這種心情 不好意思我比較小家子心情 但是各位我真的進去從頭下到尾 所以我就真的 就是滿推薦他們來去分 去做一些分享 那我覺得 我覺得